今天環球旅行帶大家來到橫琴創新坊 在裡面的斯門娛樂天地和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玩一天 由澳門出發,經過蓮花大橋進入橫琴口岸 在橫琴口岸戶外巴士站乘搭創新坊提供的免費穿梭巴士 十分鐘就可以來到創新坊 在拱北關口一樣有免費穿梭巴士,不過行程大概30分鐘 斯門娛樂天地在創新坊內,樓高四層佔地22000平方米 由早上11點開到晚上7點 是以VR、AR、動態步速技術和裸眼3D技術 提供了30多項遊樂設施 還以六套風魔全球的荷里活電影作為藍本 製作多個遊樂設施給大家玩 環球旅人一來到就直衝上四樓 玩了吸血新世紀兩個最推薦的項目 第一個玩的是背拉探鼻 這個遊樂設施用了朗眼3D技術 坐在車上就可以看到立體效果 通過車的行進大家可以重溫 電影當中男女主角驚險的愛情故事 會根據劇情的發展,會有三六速度旋轉 左右搖擺、變速、前傾等等的效果 令你更加投入 而這個項目其實大人小孩都喜歡玩的 有點像小小世界一樣 它是有小小的動作 但絕沒有離心力 不恐怖,也沒有東西撲出來 更加沒有離心力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玩 作為其他VR遊戲的熱身 我覺得這個遊戲相當不錯 玩完熱身遊戲當然是玩吸血新世紀重點推介的人氣項目 午夜追逐 這個遊戲就是每人坐著一號電單車帶上VR玩 就可以體驗到在午夜當中被吸血鬼追的情境 等候期間都要保持社交距離 亦有酒精搓手液給大家 所以大家玩得安心、玩得放心 說就說到這個遊戲好好玩、好恐怖 但其實我們有12個人一起玩 所以就不需要太害怕 它的VR技術真的很討厭 在行進期間還有風噴迷 這個遊戲實在是非常好玩 如果大家來到的時候 不妨可以再玩一次 遊戲也挺刺激的 所以帶肚子和長期心臟病患的人士就盡量不要玩 玩完這麼刺激的遊戲 當然要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天眼魔界 它是一間結合了高科技元素酒吧桌的酒吧 它不是經常開放的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入原子欄寫的時間 我們去到深谷勇者挑戰 這個是三樓分歧者的專區 這裡是佔地570平方米的巨型室內承索攀爬項目 真是少一點體力都不行 而分歧者專區這裡除了這個攀爬項目外 還有兩個 一個是帶著VR來玩 另外一個是一些小遊戲 絕對滿足你想成為分歧者的一份子 同樣都是在三樓分歧者旁邊的埃及神戰區域 裡面有一條埃及大街 有幾個小遊戲 還有表演體 而且都有東西購買的 大部份都有埃及特色 這裡除了買東西和看雜耍 當然還有VR遊戲 VR過山車 永恆之戰 看上去就沒什麼 戴夠VR眼鏡 但其實玩下去就知道了 因為除了VR眼鏡上面 看到的畫面之外 其實它也是一個真實的過山車 戴上VR眼鏡 隨時體驗最真實的 埃及之味 喜歡刺激遊戲的你就 不可以放過這個遊戲 來到二樓 就有飢餓遊戲 極速追擊 這個其實像蝙蝠俠一樣 是多人成騎的項目 當大家一起戴上3D眼鏡 準備就緒 大家就可以和主角一起 在華麗刀城表面之下的 腐朽 乘坐電車 躲避追擊 逃出刀城 這個遊戲 足足有4分半鐘 所以大家喜歡飢餓遊戲的朋友 是絕對絕對不可以錯過的 有看過機外遊戲的朋友 都知道了 它有個國會 這個國會 在這個地方 亦都化身了成為 國會化妝間 國會堂果奧 甚至乎是國會宴會廳 讓大家可以購買一下 或者扮一下 而2樓除了有這個機外遊戲之外 亦都有逃亡大計 顧名思義就是密室逃脫 你就要扮演電影裡的主角 逃離監獄 而猜迷這些東西 我相信應該難不了大家 它有分單人囚室和多人囚室 我們就玩多人囚室 好快地我就找到出口了 你怎麼把我放在這裏下街了 我都推了 其實逃離監獄之外 我們還有第二關 還要去其他科室裏 找一些密碼 和破解任務 才可以完全離開監獄 其實玩到貴貴地 亦都可以去澳門懷舊區域 澳門飲食裡打卡 看看景色 休息一下 私門娛樂天地 我就介紹到這麼多 還有很多項目 有待你自己過來發掘 玩了這麼久 當然肚子餓了 肚子都打鼓了 我們來到私門咖啡館 這間咖啡館 提供了很多盆市套餐 大人小朋友都喜歡吃 有意粉、飯、麵包等等 價錢不貴 份量還很大 有玩樂之外 當然是有紀念版面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景色 品量還沒買 大家一看 就很有埃及風情 這是埃及神前的產品 你看到很多的 還有銜 還有手帶 很多東西 除了其他商品之外 還有杯 杯也蠻小的 還有六個主題 會有他們的滋養在上面 所以都是非常貴賣的 好了 進去購物 購物 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都挺划算的 我們玩完 走吧 拜拜 Aaa 剛剛搞笑的 還沒走 我們要去另一個樂園 同樣位於創新坊之內的 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 這是一個親子的VR樂園 還是由美國國家地理正式授權 全球第三家樂園 現在就來體驗一下 人氣項目深海探秘 其實它就好像坐在潛水艇裡面 四周都是LCD螢幕 就會看到外面的景色 這遊戲最主要就是 教導小朋友 如何保護海洋生態 和了解海洋動物 哦 不好了 這地方太深了 我們的船艙撐出不了 這都預備了300公斤的中午起壓 希望這些船口還能撐下去 我們趕緊複到海邊吧 哦 差不多 好啦 沒問題啦 而這個遊戲項目 叫自然之力 其實就好像自己扮演創造神 在一個沙盤上 根據它的指示 去作出各種動態 環球女人是大推這個項目的 這個很好玩 因為這個項目 大人和小朋友都一樣適合 好像指引所說 它要在沙盤上 現在就要挖一條河出來 然後又要慢慢變成一個大的湖 還要在湖上放出閃電和下雨 之後又要按指示 將湖田坪堆成一座高山 慢慢還有陸地上的動物 最後還要按指示 在高山中間畫一個洞 變成一個大火山 還要在火山口畫一些路徑 讓熔岩可以緩緩地流到山腳下 大家要施放雷雨 臨色這個火山 這個活動就完結了 用了投影和高科技的技術 而測量到你對沙盤所做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遊戲非常之好 那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 又怎知這麼少遊戲 現在再帶大家去跟動物一起賽跑 看看誰會贏呢 是鴕鳥贏還是人類贏呢 最後當然人類輸了 鴕鳥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鳥類之一 還有很適合小朋友玩的 挖化石 這個小朋友要去挖一塊化石出來 然後再放上來 看看這塊是甚麼化石 環球旅人在這裏最後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白獸亂舞 不兇小的 你要裝多種動物的動作 組成一個舞蹈 越跳得似就越高分 那你就可以成為第一名了 其實呢 我們剛剛就玩完這個 三餐家中心 它其實是跟國家地理雜誌合作的 華南第一間 亦都是全球第三間 那這個就是禮品狼 那我看見這尺 大家應該不會陌生的吧 如果看獅子王 看到麥卡塔那些 應該會認得它 它是眼鏡頭 我覺得它做得挺真 但是它還比較大隻 有一點公仔 有樹紅 又是手某 手某 手某來的 那可以玩這些手指 這樣 OK 這個 這個 這個不錯 這個 夠輕 什麼叫衣服 那就好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有些我很喜歡的 廚物杯 有一些 保溫杯 還有一些鋼杯 一年玩了兩個樂園 當然是累的啦 那我們不如看看住宿的地方吧 其實在創新坊 這裏有一間 橫琴海原酒店 是去年年底才開的 酒店有齊室內外泳池 健身室 SPA 房間有400多間 其中有55間套房 非常之大 而最殺吃的更加是天台酒吧 180度 分有室內外 而且可以看完整個橫琴景色 千多元兩個人 住宿連餐飲 還包了那兩個樂園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划算呢 想了解更多詳情 就要按進去資訊欄下面的連結啦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YOUTUBE記得按鈴鐺 Facebook記得訂閱和搶先看 國內的朋友 可以在Bilibili和微博訂閱我們 亦都歡迎大家瀏覽我們的官網 緊貼我們環球兩人的資訊 下集見